今天还有一个重大的视线 这个事件呢就是每一次呢 如果说在绿见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够 所谓的监视监听跟录影 在今天就裁定了 是不行这是违宪的 就记得陈月典在跟律师接见的时候 全程都是被录音跟录影的 大法官视线在今天出炉了 未来律师在接见 羁押禁见被告的时候 一律师不得监听录音录影 那么内容并不得 作为检察官跟法官参考的证据 这项视线案呢 将在今年5月1号开始正式生效 律师接见全都录 违宪 律见内容 不能当成法庭证据 全程监视律见过程 5月1号起禁止执行 监视律见录音录影 大法官认定违宪 看守所对于羁押被告 跟辩护人接见的时候呢 跟他全部录音录影 监听录音 这个是违宪的 监听录音所获得的资料 给检察官或法官 作为犯罪的证据 这个也违宪 大法官事件 未来律师接见觐见被告 看守所不得执行监听 录音及录影 不得妨害被告与辩护人的沟通 保障被告诉讼权 以后所有被收押 觐见的被告 要跟律师讨论案情 不用担心内容会被监控掌握 成为检察官 法官的攻击焦点 这起事件案是去年九月 涉嫌百清案贪污的前台北县 办公室主任麦安怀 布满绿剑时被监视 而申请大法官事件 现在大法官事件出炉 绿剑不得受到监视 保障被告的刑事诉讼权 中文新闻姚立强 杜宇志 刘士仪台北采访报道